我是邵康 歡迎來到TVBS邵康戰情室 這就是我們下面的特別來賓 陳廷飛委員 張祺祿委員 陳鳳馨小姐 陳怡信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徐鴻庭議員 好 政學界現在又跑出來 對於台灣會變成地雷島 感到很憂慮 因為全世界都除雷 然後幾乎也沒有什麼國家 在布雷了 金門以前布了很多雷 有7萬枚雷 光那個請新加坡人 來把那個雷除掉 就花了幾十億 都還沒有除乾淨 然後到底你炸傷了幾個共匪 我看也沒有炸傷一個共匪 我印象裡沒有 都炸傷我們自己人 我到金門去 前幾年去的時候 海岸還都不能去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地方有雷 這幾年才把它除了 所以大家很擔心 台灣這樣會不會變成一個地雷島 當然他們說不會 不會 這不一樣 這是戰車雷 是給車的 去炸車的 150公斤才炸 少於150公斤不炸 但是有人說不一定 第一個那個雷有那麼敏感嗎 萬一100公斤也炸怎麼辦 或是也許這個人90公斤 從車上跳下來 力量很大 一撞擊砰炸了怎麼辦 還是這個雷移動的時候 也可能會炸等等 所以都有問題 還給我們這個雷 到底先雷還是舊雷 因為已經被禁用一段時間 到2017年 烏克蘭內戰又起來的時候 烏克蘭戰戰爭起來的時候 才又拿出來使用等等 他們說這個雷特色是可以自毀 自己把自己毀了 就沒有效果了 四個小時 你可以設定四個小時就沒效了 48個小時沒效了 15天以後沒效了 換句話說老公要來 知道 老公要來了 趕快去不 然後不完了以後 四個小時沒來 他自動失效 你可能抓那麼精準嗎 那你說要來 他不好意思沒來 然後你說沒來 他又來了 很麻煩 所以大家很擔心這個雷 到時候傷的可能不是老公 可能傷的是我們自己人 我們看一下 美方宣布出售我方布雷系統 不過消息一出 引發國內諸多討論 先不管我方需不需要 地雷這兩字 對金門來說是永遠的痛 我是真的是堅決 堅決 堅決 堅決反對 大家都以為金門來的小意思 或可能在海邊會游泳 什麼好像水上功夫不錯 事實上 我們因為海邊全部都是地雷 所以它是雷區 都是禁止進入的 從小在金門長大的立委 陳玉珍 雖然住在四面環海的島嶼 但童年記憶中 少了海灘玩沙 細水記憶 只有血淋淋的回憶 我自己父子輩 就有我爸爸的同學 就是有人 還有包括現在上 還有人還在的 就是因為 就是不小心誤踩到地雷 所以就 腳斷手斷的 回顧金門地雷史 國軍花了將近二十年清除 一九九六年 編列了八千多萬 請外傷排雷 二零零五年排雷意外 造成兩死一傷 二零零七年 國軍成立排雷大隊 七年除去了九萬多枚 直到二零一三年 才解除雷區 不過二零一六年 和二零二零年 還是在小金門探案發現地雷 專家分析這套系統 有別於古早時期的地雷 部署位置很精準 像是台北港 或者一些共軍 可能登陸地 都有可能部署 對此軍方回應 這套系統是反戰車地雷 並非沃泰華公園規範的 人員殺傷性地雷 符合國際規定 雖然能自毀 但這系統還沒真正實戰過 能否百分百零失誤 都是位置數 就是說到底他們是想把台灣 搞成什麼樣子 說因為烏克蘭戰爭 給他們的經驗是說 外力已經沒有辦法去救援了 所以台灣要自己準備好 怎麼準備 就搞一堆武力 把台灣變成一個像火藥庫一樣 讓老公不敢來 鳳欣怎麼看 其實不只是路上的布雷 其實你看到過去這兩年 美方是不斷不斷的強烈建議 台灣要採購智慧型水雷 所以不是只有在陸地上面 要布這些地雷 在海面上來講 也要去布所謂的智慧型水雷 好 我們先就純粹的 布雷這件事情來看 當然現在軍方就告訴我們說 不用擔心 他只有針對重型的車輛 就是針對戰車的 所以一般人 沒有超過150公斤 其實是不會出現 引爆地雷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問題是 其實有大學做過研究 就是你如果從高的地方往下跳 你在跳躍的過程當中 你是有可能整個的重量 加腫起來 就是那個動力加速度 加起來的話 其實它是有可能會超過150公斤的 更何況 它精密度有沒有那麼高 它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都是一個風險 還有說它有自毀的裝置 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 你只要要布雷 那麼第一 它跟實驗室的狀況就很不一樣 它就暴露在空氣當中 潮濕 鹽分 都有可能會使得這裡面的 如果你要自毀 或者是你要測重量 精密機械 你一定要用精密機械來測 對不對 那麼另外就是火藥 火藥在這一些大環境當中 它隨時可能出現的化學變化 是我們測不出來的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因為我現在 它其實過去在2022廠 我其實非常的清楚 我們的很多的火藥 其實都老舊 彈藥都老舊 老舊之後就要翻修 翻修才能用 其實很可憐 因為都一定是用了二三十年 都沒有用到 然後才要翻修它 因為捨不得 要翻修它 理論上來講很簡單 你當初怎麼照 你就怎麼樣翻修 裡面換一批火藥就好了 我告訴你 超級危險 所以他們在南港 其實是弄了一個山洞 然後裡面有那個翻修室 那整個就是像銅牆鐵壁一樣 為什麼 裡面的人工作萬一爆炸了 外面不會被傷到 炸死自己而已 但真的炸死很多人 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裡面 出現了什麼化學變化 這麼長的時間 你真的沒辦法去判斷 它的化學變化 到了一個什麼樣子的程度 你標準作業程序上面 可以執行的時候 可是它如果剛好那一個 保存的環境 跟你原本設定的 不一樣的時候 只要一點點變化 那個化學變化 你就沒有辦法去測它 所以所謂的自毀裝置 所謂的去測重量這件事情 你碰到了潮濕的環境 更重要的是 它一定布在海邊 我想請教各位 如果碰到潮汐怎麼辦 那個雷的位置 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 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我們台灣要不要付這麼大代價 第二個部分是 你真的能夠阻止對方上岸嗎 剛好就在我們說要買 火山布雷車的時候 其實大陸剛好就公佈了他們 就正在展示他們的 無人掃雷車 沒有人的 機器人 然後掃雷 然後那個成效如何 如何如何的這樣子 我在想說到最後 他們可以用無人掃雷 而我們可能要用人肉來掃雷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區別 所以如果我們付了很大的代價 最後你在戰術上面 沒辦法發揮組織的效果的時候 那台灣付這些代價的結果 只有軍火商得利而已 好吧 我小時候在台南 過年玩炮 以前那種大王炮你知道嗎 大型 不是那種排炮 然後拿在手上點一下 丟出去 砰 一點 在手上爆炸 他就是這樣 手炸 就在手上 弄得要是回去 他就不敢跟爸媽講 因為潮濕 他的火藥著出來 他就是根本沒有 點進去 你本來是從這邊點對不對 丟 立刻爆炸 所以這種東西 我那時候還人工的 地雷的故事很多 等他慢慢講給你們聽 來 以馨 首先我覺得 這個火山布雷系統 其實按照軍購的程序 他其實並不是說 是美方硬要台灣來採購 其實按照這個程序 是我們在108年的時候 就建案 然後要來放作我們的項目之一 美方是現在才來同意 我想這樣的一個 這個布雷系統 有沒有違反到 我們現在的法規 其實我們現在是有 所謂的殺傷性地雷的管制條例 可是這個條例在第五條 它其實也有針對戰爭的急迫 其實是允許使用的 那麼所以說在我們的法律上面 其實還是有它的空間 問題是這樣的一個 火山布雷的系統 它所凸顯的 可以說是我們 台海防衛作戰的構想的 一個轉變 怎麼說 其實在我們馬政府時期 台海防衛作戰的構想 其實是決戰境外 在海空作戰 那麼不對稱的戰力 也是當時我們發展的重點 所以高科技的飛彈 也是我們發展的目標 但是可以看到這幾年 整個台海防衛作戰的構想 不斷的在往島上移 甚至現在已經在攤岸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的防衛作戰的項目 甚至在美方對於台海戰爭 可能發生的型態的評估當中 攤岸防衛才會變成 現在在軍售台灣項目當中 最需要迫切的一環 換言之從另一個角度 美方的確也擔心 台灣是不是變成下一個烏克蘭 而在這種情況下 要防守的就是在攤岸 於是布雷系統 就成為美方決定 這個現在應該要 提供給台灣的一個武器 換言之現在的這一個狀況 這樣的一個佈局的狀況 象徵台海防衛作戰的構想 已經從海上變到島上 已經從海空變到陸地 已經從專業的軍人 變到一般的平民 然後已經從我們的島上面 必須要到處都要次戰飛彈 甚至要全民皆兵 要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這樣的一個 台海防衛作戰構想 其實不應該是台灣的未來 我覺得現在這一個 火山的布雷系統 它其實要反映的 其實應該我們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台海防衛作戰 能夠在一個更高科技 更不對稱的情況之下 來獲得我們的戰果 而且如何能夠 既備戰又避戰 才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我們國防戰力 還有國防的佈局 絕對不是以所謂要戰到 一兵一組戰的一個方向 其實我想我們都知道 現在共軍的軍機 軍艦 不斷的擾台 其實這已經是 好像是變成一個常態性了 這個常態性 當然我們就必須有一些準備 我也認為說 今天我們要反制共軍 在兩斤快速要去登陸的 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怎麼要有效的防治 甚至如何在它登陸的破口當中 去做一些所謂準備 尤其它的一個路線 準備登陸的路線 或是要去布局的一個機動路線 這個都是我們要掌控的 當然火山布雷系統 它可以最快速有效 有限 而且機動去做到 到達我們布雷的一個方向 可是當然 剛剛大家所提的這種擔憂 我覺得國防部 一定要說清楚 講明白 絕對不能讓這樣的一個訊息 從過去每一次 我們都沒有辦法把訊息 直接去做表達 直接去做澄清 明明我們希望做的一些 防備系統 防備能力 然後被誤導變成說 是不是又會影響到 所謂的地雷 影響到 我們最後連人 都要陷入一個危險狀態 因為沒有辦法去克制到地雷 是不是真的只能對 我們的一個相關的軍備系統 而不是這一個能夠掌控到 是不是沒有到人的一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去釋疑 所以國防部今天也發了新聞稿 但是我覺得它發的新聞稿 確實也無法去把大家的疑慮 把它釋懷掉 我覺得它應該更清楚講 到底它的一些 所謂的有限 機動 而且精準 能夠針對一些敵對的 登陸突破口去做一些防衛 這些到底我們所謂的 這些火山布雷系統 要怎麼去控制 怎麼樣給人民有信心 尤其現在我們可能 大家都會擔心我們當在第一線 衝鋒陷陣的時候 是不是這些布雷系統 相對的可能還沒阻擋到 共軍抵到我們的一個 路上的防備以外 人就已經喪失他的生命了 所以這個部分 都應該要說清楚講明白 所以我們希望國防部 不是今天發了這個新聞稿 應該是對外說得更清楚 這個現在質疑的 甚至也有專家在這個雜誌當中 發了表這一篇言論之後 我們怎麼正面去面對 我們怎麼把這些 事宜講得更清楚 我覺得國防部則無旁貸 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 這我父親告訴我的故事 他在他的書上有寫 在大陸 那個時候美國一段時間 跟我們的精銳部隊是有合作的 他那個部隊就派了很多美國人來 有一個營 這個營 這個營派了一個西點軍銷的 一個軍官來 平常也很驕傲 我覺得我是西點的 你們什麼 你們的土兵 中國的這些軍官也很氣 平常你只高氣 你什麼了不起 有一次他們就示範什麼 示範拆地雷 因為很多那個地雷 地雷挖出來他們要拆解 我示範拆誰 這個西點軍銷這個軍官 就示範拆地雷 然後就在前面表演 一個營 幾個連都排 就變成一個摸字型的部隊 排在那個地方嗎 西點軍銷的軍官就去猜 猜不了 猜不了 暖身大汗 我父親就跑去跟那個營長說 你協助他一下 營長就 意思是說平常他很驕傲 就要自己猜 我父親看我有別的事 就離開了一下子 結果砰一聲 整個營的幾百人全部死光光 等到我父親辦完事回來看 整個塔內 是一個壓一個 一個連 對不對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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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一個壓一個 力量有那麼大 全部死 那營港還重傷的那方已經 我已經說要不要趕快送去集球 他拉著我附近的手 葉民兄 我真的對不起大家 這東西是很危險的 不要小看 所以你說他多精準 所以我第一次時間看到 我就在臉書上 我說這樣好了 蔡英文國防部 如果這麼認為這個沒有問題 你拿一顆 就多一顆 說已經自毀的地雷 放在總統府面前 每天走過去看看 你敢 走看 你怎麼知道一定精準 你怎麼知道一定沒問題 開什麼玩笑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那你們這些東西 我看到你 說話 有聲音 快要快要 你怎麼知道 一聲音 吹阿咪